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读一本超级飞侠的瓦杜兹搞笑大赛 超级飞侠,瓦杜兹搞笑大赛,奥飞娱乐著,精英达边 这次,乐迪的任务是飞往列治敦士登的瓦杜兹 把包裹送给一个叫爱丽莎的小女孩 爱丽莎正在家里对着镜子练习做鬼脸 突然传来乐迪的敲门声 爱丽莎打开门后,吵乐迪做了一个鬼脸 把乐迪逗笑了 知识加油站,鬼脸 通过挤压五官做出各种奇怪的表情 达到搞笑或吓人的目的 看来我的鬼脸还算成功嘛 爱丽莎高兴地说 她拆开了包裹 里面是用来搞笑的小道具 奶油派,尖叫鸡,橡胶香蕉 这些要用在哪里呢?乐迪问 用在即将举行的搞笑大赛上 谁能让西门王子笑起来 谁就能获得比赛冠军 爱丽莎说 知识加油站,尖叫鸡 一种外形像鸡的玩具 通过捏,打,挤等动作 她会提名尖叫,可以用来发泄情绪 原来西门王子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 爱丽莎的妈妈说 从出生到现在 西门王子都没有被逗笑过呢 为了帮助爱丽莎取得冠军 乐迪决定一同前往搞笑大赛的会场 在大公,王后和王子入座后 大赛开始了 知识加油站,大公,列至敦士登 是公国,国家元首称为大公 两个搞笑艺人率先登场 他们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又分别朝左边和右边张望 都没看到放在中间的汉堡包 被小狗叼走了 等发现后,又急忙下场去追 观众都被逗乐了 但西门王子并不开心 他有点不耐烦地说 好了,下一个 知识加油站,汉堡包 一种西式食物 一般有两片面包和中间夹的肉 蛋,蔬菜等组成 食用方便 下一个参赛者登场了 他指挥五只不同颜色的贵宾犬 跟着音乐起舞 五只贵宾犬和参赛者的动作 整齐华一,可爱极了 大家都被逗笑了 王子却说 真的那么好笑吗? 乐迪说 这么可爱的小狗 都不能逗笑他 他可真厉害呀 知识加油站 贵宾犬 又叫卷毛狗 起源于欧洲 是一种很聪明的犬种 既可爱 又善解人意 爱丽莎担心地说 完了 我肯定也不能逗笑他了 乐迪安慰他 别担心 是时候叫出超级飞侠了 不久 有许多搞笑点子的胡须爷爷 和会表演精彩节目的酷飞赶到了 爱丽莎和超级飞侠们共同商量了一个办法 知识加油站 节目 节目是指文艺表演的项目 有现场演出的 也有经过电视台 电台 网络等播出的 终于轮到爱丽莎和超级飞侠们登场了 他们把三扇道具门搬上了舞台 只见爱丽莎拿着一只香蕉皮 放到第一扇门前 示意大家不要说话 然后离开了舞台 不一会儿 乐迪从门后走了出来 他拿着奶油派往前走 一不小心踩到香蕉皮 滑倒了 奶油派从空中砸到乐迪的头上 随后掉进了他的嘴里 观众们乐得哈哈大笑 知识加油站 奶油派 派是一种西式甜点 有各种口味 奶油派主要是用奶油和面粉做成的 爱丽莎回到舞台 这一次 她把两个香蕉皮放到了第二扇门前 又悄悄跑开了 胡须爷爷和酷飞一边玩着杂耍 一边从门后走出来 他们分别踩上香蕉皮 摔倒在地上 观众们乐得何不拢嘴 接着 酷飞把香蕉皮放到了第三扇门前 她咯咯地笑着 似乎不怀好意 知识加油站 杂耍 指一些小型的游戏或活动 比如抛球 套圈 顶碗等 爱丽莎从第三扇门里 笨笨跳跳地走出来了 却一脚踩上了香蕉皮 在将要摔倒的瞬间 爱丽莎被超级飞侠们接住了 他们还各自做了一个鬼脸 观众们乐得捧腹大笑 然而 喜门王子仍然没有笑容 她说 这确实是至今最好笑的 可也不怎么样 知识加油站 不乱丢香蕉皮 吃完的香蕉皮 要丢到垃圾桶里 如果随地乱扔 别人踩到很容易滑倒 爱丽莎想了想 想出了办法 她让乐迪去邀请西门王子 跟我们一起玩吧 西门王子说 我身为王子 这么做不太合适 大公 王后 和观众都认为王子应该去 王子妥协了 爱丽莎带着王子 跑到舞台后面 胡须爷爷 把两个香蕉皮 分别放到了第二 第三扇门前 知识加油站 王后 王后是国王的妻子 现存的一些 君主立宪制国家 比如列治敦士登 元首的妻子 也可以称为王后 爱丽莎 爱丽莎和王子从门后走出来 分别踩到了香蕉皮 将要摔倒的时候 被乐迪和库飞 文文地接住了 两个人都做了个鬼脸 西门王子看着爱丽莎 忍不住大笑 爱丽莎 你的脸太怪了 王子终于笑了 大家起初很惊讶 随后也都笑了起来 知识加油站 王子 指国王或皇帝的儿子 爱丽莎 恭喜你获得这次 搞笑大赛的冠军 西门王子说 谢谢你给我带来了笑容 笑口敞开黄金奖杯 现在是你的了 爱丽莎开心地接过奖杯 说 你以后也要 哈哈哈哈 这样子笑哦 说完 大家都哈哈哈哈地笑起来 知识加油站 冠军 比赛中的第一名叫冠军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 或订阅 或订阅